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苹果在一点的发表会 新品发表会 那整个发表会里面有强调了十大功能 创新功能 可是看一看之后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那比较值得注意到是差异比较大 像什么防水 那个人家Sony 三星早日在做 比较大亮点就在双镜头的部分 就在双镜头的部分 那其他其实加个蹦践天线的部分改变 其实呢我觉得感觉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跟特别的亮眼 那所以在整个苹果的一个走势上面 昨天小涨0.6% 那同时攀后还小跌0.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平盖骨的表现上 也都没有很太大的一个亮眼 像3008的大力光 今天也没有很激情 那唯一比如4958真鼎 今天也是小跌 2317的鸿海 4938的合作 今天也没有因为苹果的新品发表 而有庆祝的行情都没有 因为你看到那款东西 你会觉得其实也还好 没有特别的一个特殊感 那唯一比较强的是6269的台郡 因为台郡在8月份的营收 成长幅度是比较惊人的 8月份营收成长到20 好像20亿左右 成长到20亿 这成长幅度是比较惊人的 比去年同期成长快三成 所以台郡今天表现上就比较亮眼 当然今天台郡也是参加除权 那另外一家就是可乘 27式的可乘 可乘今天也是除权 我个人觉得 以除完全之后 因为这支股票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碰过年线 今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碰过年线 那之前因为一直有 明年都要用玻璃机盆那种传言 可是还是明年度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导致股价还是很沉闷 那今天除权昨天 参与除权一月很高 量放到18000张 我个人的看法 除完权之后只要有压回 这条黄色是月线 月线的部分有在压回的话 月线这里就是一个好买点 那以可乘来说 上半年每股获利也高达1块钱了 高达10块钱了 这个全年25块26块还是跑不掉的 去年是32 今年2526还是会有的 所以有压回在月线的地方 目前月线在223 324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可以参考的成绩点 好 然后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平盖股的部分有一档尖比较强的 是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是比较耀眼 今天就是拉涨平了 然后因为它本身也是 平盖的供应链在镜头部分 以前镜头为主 这款新款的iPhone前镜头是800万画素 800万画素 可是重点是在后镜头的两颗 被大力光包了 那是比较高的 大概1300万画素 那玉金光 今天虽然拉涨停板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 那个亏损不停 几乎每一季都一直在亏损 而且亏损的幅度相当的可怕 今年上半年已经来到 亏了快6块钱了 5.88 很可怕啊 5.88是一年 会亏掉一个股本 一年一个股本一个股本在亏 这个钩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要去买这种股票 就因为它跌升而已吗 就因为它跌升就要强吗 一年亏掉一个规模啊 亏掉工序一个规模啊 那很可怕 这种我是尽量不看啊 因为看了手痒 反而你会很危险 你看 像这样 从三四百路跌跌到剩下50块 这种股票 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好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目前普遍都是回档的 目前普遍都回档了 回的幅度也不深 大陆股市刚开盘 目前也是持平的 台北股市我昨天讲过 这是今年以来最强多头 连刷三支 都去到100点的 今年以来最强势的多头 所以你不要失望说 它会回很多 昨天外资在台子期部分 又大买了快4000口 现在新多单已经超过9万口了 9万1000多口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多头部位 在外资的持股部分 所以外资不会回升来让你减 这里短线震荡随时缩冲 都还会在继续冲 都还会在继续冲 好那可惜散户不敢买 今天预估量又降到 剩下700多亿而已 你降的量降成这个样子 选股就变成是很重要 那选股上你不要乱挑 你一定要有计划的 选择强势的题材 那目前题材还是在 月营收身上 所以只要月营收 有好成绩的 虽然而然 它的力道就会有强劲的攻击 那你不要因为一时之快 为什么说不要因为一时之快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3662 热身 你看 今天跌停打开直奔涨停 很奇怪喔 为什么说很奇怪 之前每天跌停的时候 大家是走到要死 那个寒财效应大家是走到要死 连续性的 对百几块抬到存 37块 那之前是一张都卖不掉 大家走到恐慌性的 想尽办法就要把它砍掉 好那今天跌停打开了 反正他不卖了 不但不卖还加码买 我请问你热身事情过去了吗 把热身事情结束了吗 现在才刚要进入司法程序而已 过来之家公司的情况如何 这个已经是很难料的事情了 对 结果很多人 举屁就不会举停了 什么意思 跌倒受伤 好痛喔好难过痛死了 记忆深刻 可是一结巴之后 你就忘记之前的痛苦了 一看到有人抢 看到有机会 大家又来抢了 你看掌停挂进一千一百张 掌停挂进一千一百张 现在是一张难求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 之前想进办法要砍砍不掉 那现在不砍了还大力的买 大力买它能够涨到多少 我请问你 可以去哪里 获利又不是多好 上半年才赚三毛钱而已 上半年才赚三毛钱而已 去年最好也不贵才赚三块钱而已 所以这种有问题的股票 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会如何还很难料 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 操作股票我们是长长久久 不是玩这一票就不玩了 如果说你只是这一把赌完不赌了 那当然随便你啊 有机会赚你就去撈啊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长期在股票市场经营的人 我觉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安全才能够让你路走得更长远 或者一次不对 一次不对 就把之前所辛苦赚的 全部都输光光了 得不偿失啊 那今天热身一涨停之后 一打开之后 今天游戏软体股也跟着上来了 3083的网隆 你看今天大家都在抢游戏软体股了 你看网隆这一次也跌很深啊 也跌很深啊 结果大家今天又开始在抢了 所以散户为什么会长期是输家 没话说啊就是这样子啊 买股票都是没有逻辑的 只是随着市场的强弱在最高杀低的 你看宇峻也是一样 对今天游戏软体股是最强的 传奇今天涨了三旁 你看传奇也是 溜一个破底啊 溜一个破底啊 对甚至于6169 这也是今天也是很强的股票 育权有没有 怎么涨怎么跌 可是稍微只要一有满 一有消息一有讯息 大家就开始抢了 我是不介意大家这样做啦 好跟大家讲过 今天目前的重点还是在营收身上 我们来看几档营收比较好的 东硕 3272的东硕 东硕今天一开半的涨停板 因为东硕八月份的营收 大幅成长 创历史新高 所以一开涨停板 这是做什么的 这是做USB插的 衍生插座的 这之前很赚钱的公司啊 一股赚11块钱 好那动作这波跌很深了 另外商店街 昨天涨停之后今天又涨停 因为要涨停 因为要涨停 支股票也是跌很深的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过 最新的商 国际之间的一个商务协定 在G20会议上达成协议 所以 这个就开始涨了 这已经连续两支了 另外 科子 2454的联发科 八月份收创历史新高 你都供不出去 有时候我觉得散户在玩股票真的是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要调整一下 否则你们那种想法 那种做法 会很惨 你看 我给大家看 这是接间报纸的 这么大条 金店营收 三个月向上 尤其八月月增一趴 报道报道就大条 严重缺货 八月营收 月增一趴 2448 今天就大买了 散会就追了 因为报纸写得很 报纸写得 产能满载 高毛利订单到手 八月的营收增加一趴 我请问你喔 一趴很多 八月一趴是很多吗 以金店的营收 八月增加一趴很多吗 你看这营收一直在衰退 那只比七月份增加一趴而已 报纸扩大渲染 哇 产能满载 就大家就去抢 每一季都在赔钱 这个赔钱赔到多夸张的公司 结果报纸那样写 你们就高兴去抢这种股票 难怪怎么样 难怪股价长期跌死了一堆 这样长期跌死了一堆人 你们就看报纸在玩股票的 对 反而联发科 你看联发科 营收工顶后市有杂音 八月营收258亿只为增4趴 今天增加一趴 说产能满载增加一趴 联发科创历史新高喔 人家写 创历史新高可是只增加4趴 成长有限 人家都已经创历史新高 人家怎么样 对不对 2454 他营收都已经连续四个月 连续一二三 已经连续第四 连续第五个月了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 创历史新高了 结果你说成长有限 那赔钱赔到成长有限 哎呦 联发科成长有限 后市有杂音 就今天就不会杂 这很好笑 一个是连续第五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了 那已经是何等的情况 就报纸一写 成长有限 只成长4趴而已 就大家都不敢买 反正这种业绩烂得要命 营收只成长一趴 报纸说 产能满载 然后大家都要抢 大家就在抢 我觉得你们这种做法 这种想法 报纸还是要看 可是在消息的解读上面 真的是有待在加强 我们后来的申告表 看完报纸之后 不要完全相信报纸所说的 因为你要知道 上市规1600家 他为什么写这家 不写其他家 是不是有其他内幕消息 然后据他会写这家公司的消息 这个绝对都不简单的啦 看报纸算过表 要探钱给他 大家都好人 大家都住洋房开辩食 好 那今天我们来谈这档个股 光盛 六四四二的光盛 光盛今天开完之后 哎不错 哎上来了 那光盛是一家做光纤材料的公司 做光纤材料的公司 获利相当稳定 去年赚五块钱 这四四十三 四十三 四点三亿的股本 四点 股本除完全之后 现在是六亿 六亿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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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营收四十三亿 营收周转率 有六倍的一个周转率 定单相当的多 那今年上半年每股获利 也来到两块四 两块四 所以全年还是能够维持五块钱的获利 五块钱的获利 百比只有十倍而已 那我特别注意到这支股票的是 这个量已经活络了 重点是这一条是红色是年线 红色年线 现在股价是正式站上年线 站年线之上寻求支撑 黄色是月线 站上年线的同时又站上月线 最近拉回五十四周 寻求月线支撑之后 今天又开高上台 我想这种股票倍一比 大概十倍而已 同时站上年线跟月线 这个随时都有攻击的气味 随时都有攻击的机会 这是一家相当好的公司 做光纤材料的公司 上半年两块半 全年还是有五块钱的实力 这股票觉得 这里应该有机会 发动颇新的多头公司 所以今天在强帮初级的部分 跟大家推荐光盛 六四四二的光盛 提供给大家短线上的参考 那我们礼拜天 礼拜天下午两点台北厂的强座 礼拜天下午两点台北厂的强座 我用我自创超准的计量图 我来教你们计量图怎么用 这是我自创的超准 准确率百分之百 那同时用计量图 教完你们之后 就用计量图来看 这波台北股市到底 报名专线 二三二一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这个就是计量图 这就是计量图 你们应该是没看过啦 因为我自创的东西 很好用 因为量的东西 它是成本的问题 所以准确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想要学的 大家进来约报名 坚克大分校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